竹山国小为了提升学生们艺文涵养 培养他们独立思考的能力 不只设计了许多艺文课程 也积极带领他们参与各式活动 盼藉此能够帮助学生们来学习成长 教育的竞争力是在于利与美 利就是解决问题的能力 美是美感的素养 竹山国小不断在充实学生的一个 解决问题的能力 那我们也希望充实孩子美感的素养 所以我们这几年透过办理全国性 和全线性的一些美术比赛 或是一些观摩活动 另外我们也希望美感落实于生活 所以我们也包括去做彩维围墙 或者学校的环境布置 乃至于去关怀社区的老人等等 让他们能感受到美是可以落实在生活上面的 校方的用心办学 在日前也荣获教育部艺术教育贡献奖的肯定 能够获奖不止全体师生们倍感高兴 家长们也很感谢校方教育课程规划的用心 那主张国家新年能得到全国艺术教育贡献奖 我想有着这个奖以后 我们孩子们会更加的肯定自己 我们的教育会越来越好 学校借由年年承接 全国性的艺文活动 来提升小朋友他们能够欣赏艺术的美学 同时学校也借着多元的跨领域的教学 让同学能够提升他们的美学 在此我也很肯定学校对小朋友的帮助 竹山国小在师长的用心之下 学生各方面都有很亮眼的表现 这次能够荣获教育部艺术教育贡献奖的殊荣 县议员尤浩也献上祝贺 并期许日后竹山国小能够为地方培育更多优秀人才 竹山国小能够获得全国的艺术贡献奖 其实确实是实至名归 因为像竹山国小中科院校长 常常也都带领这些学生 包括老师 还举办很多很好的一些展览 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整个全校的师生 还跟小朋友 他们其实很认真在这个艺术上的创作 以及老师在这方面的培养 也希望能够有这个艺术贡献奖 未来能够再带动整体的竹山的艺术气息 文化气息上面来讲 还能够做这个领头样的角色 议长和正锋肯定校方办学的用心 也期许同学们在师长的带领之下 日后在各方面都能有更好的表现 记者卢宇凯 竹山采访报道